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第二集,在产品没有出来之前,她已经联系了很多旅游的KOL,并且发布了自己纸质的旅行杂志,然后通过这种行为,吸引了一批对旅游比较热爱的种子用户, 等到自己产品推出来时,就很快被试场所接受。 还有另外一个品牌,是一个美妆博主从一开始就写对应的博客,采访大量女性,根据女性消费者对美妆的需求,来推出自己的产品。 因为本身有读者这一梯受众,主打美妆平民化,把自己的品牌推荐给消费者。 看完了整个DTC发展情况,我们来看一看DTC这种模式对国内这些出海卖家有怎样的思考。 因为大多数的人在做海外跨境电商的时候,主要想到的是要不要做平台站。 通过Ebay,Wish,它的利润空间是商品售价减去整个货客成本,这是平台站利润的组成。 很多人后来转去做独立站,去做站群,做爆品站,通过爆品把流量吸引到站内,通过站内营销活动提高客单价。 整个站群的独立站,或者爆品站的独立站利润是可单价减去货客成本,但对DTC品牌站来说,整个利润空间是把消费者吸引到独立站之后,持续对消费者进行运营,然后在全生命周期里不断为我们提供价值。 作为整个利润空间,是全生命周期价值减去最开始的货客成本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主要是从2017年变向成立以来,然后我们服务过比较多的一些客户,然后根据客户的分层,以及客户本身特点和特长,针对他们做不同的服务模式。 其中就包括从平台站转独立站的契配客户,还有一个当年比较流行的筋膜枪客户,还有通过独立站把品牌做一个落地,然后持续运营的潜水推进器,以及XVA电动滑板车,还有本身国内有比较多的线下经销店,然后想做线上欧美市场的米欧米,以及本身就是在做潮流服饰,通过品牌文化吸引受众的TAKA潮牌。 我们在接到客户时会根据客户本身最擅长的优势,然后对客户来进行分层和分类,包括SDTC客户有更强的供应链,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价格和更好的产品。 而且消费者对他们的产品是有刚需的,有明确的使用场景,我们尽量帮助客户从产品到产品力,形成品牌,增加消费者对整个产品的信任感, 降低消费者的决策难度,让消费者完成整个产品的购买。 第二类客户是TDTC,他们是对市场比较有强的敏锐力,知道当前市场流行的产品是什么, 以时下流行的消费单品切入到整个赛道,去打造自己某一领域的品牌力,并以此拓展自己的产品矩阵,触达更多消费者。 还有一类客户是BDTC本身有比较强的品牌文化,有比较强的品牌属性,希望把自己的品牌在海外消费者那边有一个比较强的认知, 通过自己的品牌文化吸引自己的目标消费者,然后把自己的消费者整个群体扩大,找到自己海外的受众。 针对强供应链客户,我们争取获取方式,目标就是通过产品质量和提高性价比吸引客户留存,并且打造自己的名气,逐渐形成品牌化。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,我们会分三个步骤来进行。 一,给客户建立统一的品牌形象。 二,以需求场景作为品牌的接触点,来触达消费群体。 三,通过站内运营和整体站内用户体验和信息的露出,降低客户购买决策的难度。 针对每一个步骤,我们都会有更详细的步骤,然后来达成这个步骤,最终达成这个目标。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案例,刚才说的从亚马逊转型到独立站的契配品牌。 第一步就是把客户整个品牌从品牌形象,以及策略性信息和产品的整个使命,完全做一个整体的梳理。 另外,把这些梳理的信息体现到整个官网设计上面。 另外还会把梳理的整个品牌形象以对外统一的形象。 在Fastbook上有所曝光,打造Fastbook主页,一个是品牌形象的展示。 另一方面是随着Fastbook主页增多和粉丝数增多,会侧面加强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感。 而且在进行投放时会得到更多优质流量。 针对强供应链客户,会有四个方面的成功基础,包括支优价低,通过低价能够吸引用户,并且通过高质量的产品来留存用户,不断打造自己的产品口碑和用户对产品和品牌的信任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